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四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 巴基斯坦奎达的一家酒店发生了致命的爆炸 而险些中国特使丧命也许只错过了短短几分钟 这一家被称为塞雷纳的酒店是外国客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也包括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代表团 代表团当时住在那里 但是爆炸时游行不在现场 在周三巴基斯坦西南部的这样的一家豪华酒店停车场 发生了似乎是自杀性炸弹的强烈爆炸袭击 官方表示至少有四人死亡十二人受伤 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当时正代表中国代表团访问该地区 并在首富奎达的塞雷纳酒店下榻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告诉当地新闻媒体 中国代表团的确住在酒店 但是袭击发生时他们不在 官员们还表示中国代表团现在是安全的 所有伤亡者都是巴基斯坦国民 而伤者中还有两位是高级文职官员 目前还不知道中国的游客是否是这一次袭击的目标 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声称对于这一次袭击负责 该组织简称TTP责任声明表示 有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打算袭击在酒店举行当地人和外国人的会议 中国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的重要盟友 在该地开展了几个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一个深海港口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表示 中国大使参加了与巴基斯坦军方高级官员的晚宴 正在返回酒店的途中 爆炸发生时距离酒店只有几分钟 官方没有立即确认袭击是自杀炸弹袭击者实施的 官员们只是说初步调查表明爆炸物在一辆在停车场爆炸的汽车内被点燃 而爆炸声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 并且严重损坏了这一家豪华酒店停车场的十几辆汽车 这里位于一个戒备森严的街区 有许多重要的政府建筑 而巴基斯坦官员承认 这次爆炸是一个重大的安全漏洞 该地有丰富的矿产和天然气资源 巴基斯坦官员还将该省视为地区和国际大国 包括印度和伊朗之间代理战争的舞台 而分离主义者经常以中国在该地的存在为目标 二零一九年中国在沿海地区一个城镇瓜塔尔的一家豪华酒店 遭到了分离主义者的袭击 当时中国正在那里讨论进行一个沈海港项目 而专家分析表示 针对寻求中国利益团体有很多 我会对TDP的说法持谨慎态度 但是如果该组织确实是对此负责任 那么这次袭击反映出其打击巴基斯坦高级安全级别城市目标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同时他还注意到TDP的责任声明没有具体提及中国公民或利益 因此有可能袭击者事实上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澳大利亚ABC的报道 中国珠澳公使王欣宁在二十一日在堪培拉出席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 斥责澳大利亚在澳洲问题上不要假装站在道德高地 王欣宁在演讲上声称中国在新冠疫情上代表积极力量 不仅在疫情期间凝聚国内力量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王欣宁话题一转说今年是中国农历的牛年 牛象征着力量韧性和毅力 又使中国人民喜欢对外展示他们像牛一样勤劳 但与此同时中国不是一头奶牛 我认为人们不该想着在中国正直壮年时挤奶 谋划着最后将其葬送 在接受ABC记者有关澳籍记者程磊在中国被扣押的提问时 王欣宁则说程磊被怀疑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律 并说中国会依法处理他的案件 王欣宁还说中国不歧视任何记者 但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可以展现中国真实的一面 而记者随即提问 有关于澳籍维吾尔族人的丈夫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塔伊尔 在中国因为涉嫌所谓分裂主义背叛二十五年仪式 王欣宁则表示不清楚个别案例 他话题一转引述中国科幻小说三体中一位外星文明入侵地球 全球四十亿人口被迫搬去澳大利亚的情节做出了回答 他当时说新疆的人口和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一样 想象一下让每个澳大利亚人都搬去新疆 新疆的土地面积和昆士兰相同 并且也有大片的沙漠 新疆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谁最关心维吾尔族人是维吾尔族人自己吗 是的但是整个中国也很关心 我们希望每个民族都可以蓬勃发展 我们曾和地方政府一起工作 我也知道实现这个目标有多难 绝不是向某些人声称他们知道如何解决新疆的困难问题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军事方面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一家中国无人机制造商表示自己已经制造了无人引行飞机原型 声称可以与正在为美国空军开发的B21突击机相迫媲美 总部设在西安的这一家公司周二在其微信社交账户上发表声明 说飞龙二的原型机最近已经完成 并表示这一种多功能高雅音速无人驾驶飞行器可用于精准打击关键资产 比如敌人的指挥中心军用飞机跑道还有航空母舰等 声明还表示飞龙二可以与无人机一起使用进行侦察和监测 进行攻击或者是损害评估 它被设计为在困难天气条件下可以使用光学和主动雷达来识别目标 隐身功能包括一个特殊的涂层以减少反射 而该无人机的内部有效载荷能力为六吨 工作范围为七千公里 这意味着美国的B21已经落后了 甚至在投入使用之前声明这样表示 B21突袭者是一种先进超远程重载荷的隐形战略轰炸机 可以投送常规武器和热核武器 预计将在二零二六年左右投入使用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要闻 美国参议院在今天以全票避准了拜登总统提名的海军上将阿奎利诺 作为新的美军印太司令 阿奎利诺从二零一八年开始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他将从现任美国印太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上将手中 结果美军在印太区域一把手的位置 在此前的提名听证会上阿奎利诺对参议员表示 北京是吞并台湾为其第一要务 并认为中国武力入侵台湾这个问题离我们的距离 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近 呼吁国会变一项新的印太地区震慑力计划拨款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司法部最新起诉有关的消息 司法部在今天宣布伊利诺伊州卡本戴尔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同天 对于南伊利诺伊大学数学教授和研究人员 肖明庆提出起诉被控犯有两项电讯欺诈罪 还有一项虚假陈述罪 法庭文件显示 五十九岁的肖明庆以虚假手段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获取了十五万一千美元的联邦拨款 同时隐瞒了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大学获取支持的信息 这是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又一起起诉案例 这项行动按照官方说法旨在抗击中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并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司法部声明则援引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莫斯的话说 再一次发生的是一位美国教授被指控为中国政府以腐败手段 从美国研究资金获益的努力提供能力 其方式是隐瞒他对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 还有一所中国大学的义务 以及从中获取的支持 在资金来源方面不诚实 这事关科研努力的核心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 拜登政府准备宣布奥托曼帝国对于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的暴行构成了种族灭绝行为 官员们表示这样的认定将进一步破坏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 但这是拜登总统愿意承担的风险以促进人权 指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问题是奥巴马竞选期间曾经承诺实现的重要承诺 但是后来却被兑现 好了以上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两个択的口令 二对 三对